腳架不是老頭 人氣不停 隨緊湊羅生 神教旋轉越快 如然姓正旋風而起 河風三年 來臺灣電気在我們得尾 這裡的地方 已經一八就一六年了 百年傳承不變 過金貨更是被臺灣規模之罪 飛飛航空城起飛 土地徵收 桃園浮海公這特有儀式 還能看幾年 它留下二十米 只到我們繫台前面這個地方 對 繫台都不見了 原來當然一百米 是到我們後面看的 前面的後面 以後它只留 從這個地方十二米進來 坐落航空城淡黃區 一度面臨拆遷 浮海公好不容易 增到原地保留 成宗教專區 但未來廟前 只剩小塊腹地 和一條洋長小駕駛 遠方看到 就是桃園機場第二跑道 而現在鏡頭 再帶你看過來 這裡是桃園航空城 預進界第三跑道的地方 接著再帶你看到 我左手邊的位置 這裡是浮海公 就位在跑道的最尾端 當初和政府協調 要保留一百公尺的空地 但現在卻是整個大縮水 少許被這個 圍圓球 都沒辦法幫我做 我們如果看起來 我們有辦法 把我們這個廟 文化支撐 做得很好 正式辦公展 一百零二年企業 結果沒想到 才隔到半年 第二年 第二年一百零三年 這都突然就緩回了 沒有跟我們溝通 突然就縮圍二十米 公展之後可能 包含民航局或者是其他的民眾 都有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 那當然這之後就經過規劃 單位的檢討 經過部委會的審議 民航局稱浮海公屋頂高度 勉強符合進線監管制要求 以廟方產權換算保留 亦是最後折衷結果 多保留其他的土地給他的話 那某個程度就等於是 我們要把其他民眾 所可以分配的包含公園 綠地的這些土地撥到這邊來 那這樣的話可能涉及到 是不是有公平正義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些綠地空間公園 它都是公共設施 也是供桃園市民所有市民在使用 所以哪有什麼公平性問題 廟地保留大小 關乎儀式進行 一切還得等營建署 十一月都委會審議 航空城積極 動作頻頻 只是計畫過去被綠尾 大批弊案炒地皮 如今改朝換代 反推更兇 在推航空城的時候 民進黨一直把航空城打成 弊案 他認為沒有那個必要 可是這個顏色轉換以後 那我們看得出來 民進黨政府還是會繼續推 他只是換一個版本 叫綠色航空城 當航空城勢在必行 當神明遇到破千 神威恐怕不如官威